感受科技与娱乐唯一体的轻松悠闲 体验多伦多唯一的窗面感应游戏技术 带给你的各种新鲜KTV游戏 全新的数码娱乐理念引领潮流悠闲方式 E&T karaoke提供你最时尚的私人欢唱空间 地址505 Highway 7 East 地下一层 二华647-996-5211 今天的娱乐CSI当然要和大家讲一下 万千声辉颁奖典礼 这个颁奖典礼在今天已经举行了 得奖名单亦都已经公布了 得奖名单不可以算是爆冷 不过的确是有点惊喜 由于今年无选用了绝密的方法 保护这个得奖名单 好过之前那几年 永远都是颁奖典礼之前 大家都已经知道所有的得奖名单 所以今次颁奖的时候 大家都有点紧张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今次颁奖典礼走红地址的时候 刚好下雨 所以搞到一群小生和花旦 都会有点疲惊 一起娱乐CSI 今天就举行了万千声辉颁奖典礼 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今年的颁奖典礼 竟然会在星期一那里举行 其实很多人都说 因为今年的颁奖典礼是为了胡幸宜而设 因为她主演那套万皇之王 刚好在昨天大机局 即是星期日大机局 所以今天最好就是举行这个颁奖典礼 可以顺理成章将它成为这个事后 多年来颁奖典礼都是在星期五晚或星期六晚举行 今年真是帮胡幸宜帮到出面了 她都不负众望成为了商料的事后 她除了拿了事后奖之外 亦都成为了我最喜爱女角色的得奖者 其实讲得奖名单之前 都要讲下今次颁奖典礼的一些小插曲 由于今晚在香港就下这个雨了 每年他们走红地尖的时候 一群小生花旦都穿得很漂亮 现在花旦多数日都是非常之性感的 由于下着雨了 所以搞到他们全身湿了 杨怡都说她很少路这个事业线 但是走完这个红地尖的时候 都发现自己的事业线是湿了 而且胡幸宜今天的晚装 就是用羽毛所砌成的 走完这个红地尖之后 她都说她变成了湿水的小鳥 这群花旦在这个红地尖的时候 都是有点疲惊的 不过说到今年最矛目的是谁 当然是朱姐 因为她身上带着五千多万的钻色 其他花旦大家很期望高海宁会很性感 但高海宁就说由于自己原本想穿的战衣不合心 所以就换了另外一件衣服 所以就收起了一些性感 令到大家都有点失望 说完红地尖之后当然要讲下得奖名单 刚才都说了 胡幸宜就凭着曼王之王拿了事后 就凭着路火街头拿了我最喜爱的女角色 正为了商鸟事后 在得奖的时候 当然就要多谢王中泽 虽然她没有开名 但是她就说到有个人说她拿奖的时候要去厕所 她说她知道自己很难顶 对方也很难顶 但大家都会顶着大家继续走下去 至于事帝和我最喜爱的男角色 两个奖项都是落在郑嘉穎身上 原本很多人都觉得郑嘉穎拿了我最喜爱的男角色 应该就借天王拿事帝 谁知道到最后两个奖都是她得到的 除此之外 郑嘉穎还得了tvb.com人气大奖价 成为了三料的事帝 因为得奖的时候非常之轻松 她多谢公司之外亦都强调她是没有续约的 所以不是因为续约而颁奖给她的 至于最佳男女配角有哪个得到 女配角是陈敏芝拿了 她拿的时候非常之激动 亦都多谢tvb和陈志云 至于男配角方面就是王志燕 由于她在《潜行追击》里面的角色阿辣雞 非常之精彩 所以今次她成为了男配角的得主 非有进步男女演员分别是马赛和欧阳正 他们两个得奖的时候都有一些惊奇 因为之前大热不是他们的 而这个MCG更加在得奖的时候大rapp她的多谢詞 至于最佳剧集是由《潜行追击》夺得 当然主演的里面有谢天华 陈法拉 波斯高和徐子山都一起领奖 曼天星辉影艺大奖就是琴姐所奪得 琴姐由1972年已经入行 做到现在 她自己都说 拿这个奖都是觉得有愧于自己 希望自己如果身体好的话 继续拍一些好的电视剧给大家看 说到这么久 是时候八占公投 八占公投 将你的意见开到八占而落的网站 Kickup讨论区 将你的意见发表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